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現在呢 我們就是進新大勞的 上集的時候 我們有整理的一些大當電話 打給那個房東 問問看他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租到那個房子 OK 我們現在要來打第一個電話 906-6884 语音信箱 语音信箱 我在猜啦 可能是放很貼很久了 所以一直都沒有更新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535918 喂 你好 欸 請問聽得清楚嗎 喂 訊號好像不太好 喂 喂 請問是 房東嗎 我在 景星大樓 新鄉的 電話上面看到你們的住租的訊息 OK沒錯 喔 我想請問你們有沒有 短租啊 一次都多久 一年 但如果是 我是有特殊需求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影片創作者 覺得大家 會把那個大樓 會聲會很恐怖 想說 看可不可以短租 然後實際去收看 就跟大家說其實這裡並沒有什麼 嗯 好 好 OK 了解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好可惜喔 真的 那我們現在就 直接前往那邊 然後去 跟那邊的管理員聊 或許見到面 可以得到比較多的資訊 拜拜 對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我們那時候就出發 去找那邊的管理姐姐了 那播放畫面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 透過我跟管理姐姐的對話呢 我了解到 輿論的力量其實是非常的恐怖的 假設你今天所住在的這個地方 它被媒體渲染為 它是周圍最恐怖的猛鬼大樓 那你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你會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我的心得在最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現在呢 就在整理一次網路上所說 解信大樓的事情 1.電梯自動往上 2.女子跳樓壓死燒肉中的攤販 3.居民與罹難者神主排位同住 4.情侶的爽食案 5.情侶大樓大火燒死數十人 這幾個是情侶大樓最著名的靈異事件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情侶就被網友譽為 台北最猛的猛鬼大樓之一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 當地的管理姐姐 怎麼跟我們解釋吧 那別人會不會有什麼傳說之類的 嗯...你要信他就有 信他就有 信他就沒有 當你心裡你就已經有預設了 對 你會胖 你就信你一直放著那件事情 因為... 20幾年吧 哦...都是老住戶 他相處什麼那個... 票樓什麼... 票實話長那個... 對...什麼... 他是大平鎮北路 在客廠啊 66號 民鎮光光大樓 是這樣子喔 那什麼火災什麼這邊啊 火災確實是有 確實 這都是老住戶啊 這都20年了 大家都說有 你信其有 那你自己有遇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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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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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講那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會聽台語嗎 欸 稍微 那外省人他們的家鄉都在大陸 帶回來咯 那大陸是 大陸因為他們的後輩 小輩人就到台灣來 為了緬懷他們的體驗 請他的分身到哪裡去碰碰 塞碰碰什麼 把他弄一個新主牌 喔 所以他不是什麼 是啦 他們就說什麼 是這邊的混混 會會 罹難者 固定每個禮拜會1K的時間 來這邊 大家聚餐 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等你過去幾次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你 很多就說他想幫你證明 讓後面的新聞 都說不用 這個事情 已經是渲染了很久 你受單人的已經對這樣的事實 已經是成為他會在 心裡面下的一種一種預設 你當你住進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 好像也在走動 說我們的電梯有靈異世界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的電梯是舊室的 所以我們的電梯是 誰先按 誰先贏 他在11樓 我們在14樓 我是要到4樓 或有一部電梯從旁邊上去 直接到14樓 可是你剛好隔壁電梯開了 你跑到隔壁去坐 所以你等待電梯上去的時候 打開沒有人 因為其實你已經坐到隔壁電梯 剛好 因為我剛看到有很多台 所以其實你說你想看有沒有多少嘴要去解釋 那為什麼大家可以住的這麼 我們到這麼多戶 各行各業都有多 不管說沒有酒店的 但是一定有 所以早期可能就會有一些行李的吵架 紛爭不爽都是怎麼樣的 好像那個新聞對不對 剛剛你說那個火燒的那個狀況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真正狀況是什麼 上一個飯店的時候 還是是這座大樓的時候 那怎麼有 但是你說有 不好意思嗎 不會不會 我滿意的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感言的時間了 這一次我順利跟管理姐姐聊完 其實我有被震撼到 我發現媒體長期下來報導的他 其實並非事實上的他 包括燒肉中壓死談判事件 以及六樓的罹難者排位 等等這些事實已經擺在眼前的 卻被扭曲成另外一個樣子 包括這些新聞 或者是我的上一支影片 就沒有做到我們這些傳播能力者 所應該要把關的資訊正確性的責任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我才想說要跟管理姐姐聊一聊 甚至打給房東找找看裡面的房子 Melody啊 你有什麼要撞 他是Melody 剛剛相機是他撞的 很多時候我們塑造出來的一句話 補片 甚至是一個作品 或許一時間看似影響不大 但是過了一年兩年 甚至是一二十年之後 所影響到的層面 絕對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而到時候要再去解釋 可能也就無能為力了 但是同時 如果讓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把恐怖這件事情 跟藝術畫上等號呢 像我認為電影 也就是呈現藝術的一種方式 而景星大樓呢 也因為他這個獨有的特殊背景 讓他被翻拍成電影鬼天下 在今年的年底會上映 又或者是說 這棟大樓因為這些傳說事件 因此而聲明遠播 也或許不是一件壞事吧 唯一就只是插在普世的價值觀 恐怖傳說會讓房價變低廉 會讓人們心生畏懼 等等因素讓我們對他造成有負面的觀感 但是如果以生存在這個地球上 生命的意義來說呢 像卡通阿達一族 他們住在黑暗的城堡裡面 我們也是覺得他們的生活很有趣對吧 所以真的這些 就只是看你自己怎麼去定義它 回到最早一開始講的那一題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那或許你換個角度想 今天你身為一個景星的住戶 你反而可以出去的跟所有住戶說 我住景星 掉吧 猛鬼大樓 或者是 100公斤 帥吧 所以沒有說怎麼樣就一定是錯的 所以不要被世俗的價值 綁架了思想的自由 思想是一種偉大的藝術 它是開放的 而那個觀禮姐姐說的非常的好 你心中有 那你就不要來住 你心中沒有 那他就會喜歡的 讓你想留下來 我們就可以景星帶我一個 最大的尊敬吧 每一次經過看到他 我們都可以對他敬禮 他是被如來佛 重重壓在石頭下的孫悟空 蠻酷的一個角色 最後呢 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簡介一直都有貼 大家可以投稿 大家有有趣的 靈異故事影片或照片 地點 特殊的職業或能力的 都可以來投稿 大家一樣有相關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寄給我 我會去找你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這邊放在喜歡 謝謝大家 我是網狗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部吧 下面這邊 我們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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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ad 整個 我們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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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 來 我們下部 下部 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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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